纳达尔网校今年的毕业典礼 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的意外现身 让该校的很多学生都为之疯狂 在罗兰加洛斯拿下法网第三关未免成功之后 原以为刷爆多项记录的波兰姑娘斯瓦泰克会像巨头德约那样 来汤说走就走的旅行 放松身心 为接下来的温网做准备 没想到他却出现在了纳达尔网校的毕业典礼现场 在网校的学生中引发了极大的轰动 斯瓦泰克虽然贵为当前女网世界第一 但他却一直强调自己是纳达尔的铁粉 在刚刚夺冠且消耗这么大的情况下 没有选择好好休息调整 却接受了纳达尔网校的邀请 出席这样的活动 由此可见波兰姑娘对偶像多么支持 更是将自己的小迷妹角色发挥到了极致 这个毕业典礼 除了斯瓦泰克的现身让人感到非常惊喜之外 纳达尔的出现 看到他步履稳健 也渐渐向外界传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纳达尔手术之后的恢复情况良好 有望很快回归赛场 你能够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 我知道学院里的每个人特别是学生 我们都非常欣赏你的努力 赢得法网冠军后 你鼓舞了所有的孩子们 纳达尔作为校长出席毕业典礼时 在致辞中对斯瓦泰克的到来表示欢迎之际 更是大赞他在法网的表现非常鼓舞人心 纳达尔对斯瓦泰克的这番褒奖 不出意外在球迷和网友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特别是决赛对阵杰克姑娘穆霍娃 斯瓦泰克从开局的势不可挡 到第二盘突然意外崩盘 甚至在进入决胜盘 也丝毫看不到他能稳操胜券的情况下 后来波兰姑娘的表现 确实配得上自己世界第一的身份和实力 斯瓦泰克在这样的威情关键时刻 能够迅速稳住心态 将状态不断往上提升 真的非常令人撑倒 这也能看得出来 纳达尔对于斯瓦泰克 不辞辛苦来为自己的网销毕业季捧场 说出这样的话 并非是为了有意捧波兰姑娘 确实是道出了实情 过去几周 我一直在法网的菲利普比夏迪埃球场 看到这样一句话 胜利属于最坚韧不拔的人 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 我都应该做得更好 或是应该去追求所谓的完美 然而却并非如此 我们都应该专注于过程 全力以赴 不管你能付出什么 因为每一天都是不同的 斯瓦泰克在致辞时 对于自己在法网的表现 也敞开心扉 分享了自己为何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仍然能笑到最后的原因 同时对于纳达尔对自己的夸赞 世界第一也给予了回应 因为纳达尔 我对坚人这个词有了特殊的理解 他在不断向 人们展示着 永不言弃 才是活出自己精彩人生的最佳方式 作为当前WTA最成功的女子球员之一 斯瓦泰克能够在22岁 就在网谈取得这么多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成就 也被有的网友视为 他确实精准地领悟到了 纳达尔的战神精神 尤其是在法网决赛 同穆霍娃的较量中 斯瓦泰克一度被对手逼到了绝境 还能上演绝地反击 当时就有人惊呼 似乎从波兰姑娘身上 看到了战神纳达尔的影子 并将她称为女版纳达尔 以四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和世界第一的身份 亮相纳达尔网校的毕业典礼 在面对眼前这群脸上充满志气 心怀网球梦想的孩子们时 斯瓦泰克也不吝惜 将自己的成功秘诀倾囊相守 我希望无论未来你们在做什么 如果你愿意付出百分百的努力 愿意投入精力何时 先尽可能用最好的方式去完成它 那么不管结果如何 我相信最终你都不会后悔 而谈到自己如何会成为 纳达尔最忠实的小迷妹 以及为何会取得目前的巨大成功时 斯瓦泰克直接强调 之所以成为纳达尔球迷 不仅是因为我看了很多他的比赛 还有他在球场上陷入挣扎 的时候 依旧能努力克服困难战斗到最后一刻 正是这些最鼓舞人心的比赛激励了我 之前谈到斯瓦泰克的成功时 有些人都不以为然 认为波兰姑娘只是身对了时代 原因是女皇小微生女归来后 因为年龄的原因逐渐失去了竞争力 八弟刚刚崛起 刚有接朋女皇小微之事 却因在拿下奥网冠军后 突然之间失去了动力宣布退役 这才给了斯瓦泰克上位的机会 但是从目前斯瓦泰克 长达一年多的稳定表现 以及对女王的统治能力来看 他原先被外界忽略的百分百付出精神 不但在纳达尔网校的毕业典礼致词中 被本人直接说了出来 细细品味更是也直接体现在了赛场 上 虽然斯瓦泰克的身份 早已同当年和王兴渝 征战青少年比赛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在偶像纳达尔面前 他不但没有一点 世界第一和四阶大满贯冠军得主的架子 反而全程跟随纳达尔 俨然一位乖巧的林家小妹和忠实的小迷妹 也从另一个侧面 让人看到了波兰姑娘的谦逊和低调 用一位网友的话说 斯瓦泰克这趟纳达尔网校毕业典礼之行 他的言论表现和对纳达尔流露出来的崇拜